大家好 我是高丁仔 今天要說一下 首先 我們年尾有很多娛樂圈選舉的出籠 有很多result 現在競爭的劇烈 究竟是MIRROR贏還是全民造星4 還是無線組合那隊爺爺 還未起跳 現在首先公佈了一個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的年度獎項 也不是獎項 只是年度公佈 報道就是2021年 Yahoo年度熱搜娛樂風雲人物 三甲上了十個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看看相關的報道 十個獎項就是 包括頭一位 就是姜濤 不用說了 風雲人物 第二是MIRROR 第三是Anson Lo 三甲都是MIRROR的 由於十大熱搜娛樂圈的風雲人物 在數據上透視了藝人受歡迎的程度 今年ERROR和MIRROR都一起跑出人氣高企 十大位置他們也有份 原來根據Yahoo的內部數據釋出 MIRROR以及各成員今年的搜尋次數 近勝過去幾年壟斷十大行流明星 因為以前Yahoo十大搜尋是韓星多 這次特別令到香港藝人主場贏回來 而我們也留意到 十大熱搜的風雲人物 其中三甲都是由MIRROR突出 第一是姜濤 第二是MIRROR 第三是Anson Lo 我自己的GOLDEN仔看是沒有錯的 這三個 你剛才看下我影片的數目 關於這三個名字出的影片 都是比較多的 所以基本上三甲位置的MIRROR搞定了 其實除了MIRROR之外 還有ERROR的193 郭家俊 還有郭家俊排第七 女卓安排第八 基本上 十大熱搜娛樂圈風雲人物 其中五席 都是被MIRROR的 旗下的藝人包覽了 這個也有公信 因為是Yahoo自己的內部搜尋器的紀錄 基本上 他都會很準確 所以 193的ERROR和Edan 這些可以受到歡迎 上到十大 都真是正常不過 所以 基本上我們從此 可以看得出MIRROR 其實是否已經囊括了 香港一半以上的 廣告代言 歡迎程度性 卑鄙 我們看看其他排名 第三位之後 第四位 大家都異熟能長 李佳心 第五位 陳志堯 第六位 延明熙 193 郭家俊 第八位 李卓安 Edan 第九位 麥秋成 第十位 姚卓妃 我再說兩件事給大家聽 在無線裏面的藝人 其餘都有了 但是 《星夢傳奇》 當中也有兩隻位 拿到下去 就是 延明熙 和姚卓妃 他們排第六和第十 他們都是在《星夢傳奇》 在那裡彈出來 其實是無線 用來抗衡ViuTV的《造星》 和《MIRRORERROR》 至少能入到兩個 而 而年度頒獎 另外一個 就是 其餘 有這三個 李佳心 陳志堯 和麥秋成 李佳心和陳志堯 我都覺得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們的新聞多 你想想去年發生過什麼事 李佳心 傳聞被說完畢 就出來拍劇 然後又和人分手 然後又被人取代 陳志堯更加不用說 去年風頭人物 黑面 Badface 她的老公 成為大家網絡上熱討的話題 Badface 之後我都做過幾段影片 說她收入裁員滾滾來代言人 厲害 反而麥秋成 我都出乎意料之外 麥秋成居然可以成為熱手人物 我自己也有一點點出人意表 因為麥秋成在我印象之中 她基本上 她就 我怎麼說 我的記憶之中 麥秋成只不過是娶了另外一個 都出名的女藝人 楊怡 但除此之外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或者白日宴 她生了個女兒 所以我都不明白 是否麥秋成 高登仔都要做一個專題 講一講 大約就是這樣 我也不特別去 這十位就是這樣 關於這個娛樂圈 十大熱手Yahoo 大約就是這樣 我都覺得 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所以廣告商都可以 慢慢去看一下 這壇事物究竟是怎樣 好 有關商單的報導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為了